结婚二十多年了 他从来都不信任我 赶紧走你走不走 电话打不通你干嘛去了 你在这里玩 大白天的在这玩 有功夫玩吗 一有点事他就大吵大闹 还动手打我 我离家出走 其实不是为了威胁他 只是让两个人都静一静 他却小提大作 更没想到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 现在因为一个房子的事 落到这个地步 想不到吗 新闻不是长报吗 因为一套房子 一段爱情没有了 一段婚姻可能也没了 我们真是为房子而活吗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老王四十九岁 来自山东女瓦匠 女嘉宾老汤四十七岁 来自山东 个体 来有请 有请各位 有请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算大哥大姐了 欢迎 你们俩什么关系 我们两口子 两口子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这回 二十几年了 二十四年了 真正 都二十四年了 有孩子吗 有 有两个孩子 一个闺女 一个儿子 真好 他们俩结婚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你们俩这闹得哪一出 结婚二十四年 我老婆是南方人 我是北方人 她到我 你们俩不都山东吗 是山东 她的 我嫁给她是山东人 其实我娘家是南方杭州的 杭州你啊 来 她呢 她对北方 生活习惯不太懂 然后总是只有点事情 总是处理不太好 老王啊 二十四年了 得了吧 就别追究 二十四年 丑了二十四年了 天天这么丑 就丑 事也不大 你受不了了 那你一件一件事 跟我们说说吧 老王 你说 前几年我们在 正好另一个房子 开了个服装店 服装店一开起来呢 问题就出现了 平时他总是对我大呼小舅 大吵大闹的 可是南国客一来了以后呢 他就好像换了一个人死的 对人家 第三下识 右楼右抱 打轻骂俏 我真的 完全是瞎说 不是 就这个右楼右抱 怎么会呢 这太过分了 你问他吧你 右楼右抱啊大姐 主持人 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这个人吧 脾气很高 有点皱包脾气 说话少门呢 也很高 说实在的 我们开了服装店以后 你说顾客上门了 我还能平常和他说话 一样和他说话吗 那顾客上门 我必须的 顾客满脸相迎啊 对 这是对的 他必须让他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然后把我们的衣服给卖给他 那不是那样吗 什么那样了 我给他那个男顾客 找不到合适的衣服 他说叫我给他 起衣服的时候 起一起合适的 那我不知道他腰围啊 因为我腰围不用皮齿嘛 我皮齿我给他量一下 量一下不就很天气了 这叫右楼右抱 不是 你以为老王 我一看 我看不惯 我看实在是看不惯 还有啥呀 这事就过了 我还没有打群骂跳啊 我平常说话的时候和你当然是不一样 和顾客说话肯定得好一点 客气一点 你现在说话算是跟顾客说话 还是算跟他说话 我在和他说话呢 顾客说话我不这么凶 你看 马上就能转 所以人家就可以做生意 是吧 我就受不了他这样 就因为这件事 我们现在我都不买男装了 我现在只卖女装 看他 其实就是现在是贼喊多贼 他自己心里有鬼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把你往上往那 跟着你后面那个女小公是怎么回事 他跟大哥叫着你这么亲人 我看他对你就是有意思 他为什么是还要给你买饭吃 你觉得大家像说了 我和他们有什么事 我有一点事没有